首先恭喜莎莎3比0干脆利弱拿下比赛 那其实昨天晚上自己打的是完场 但是今天早上是打早场的比赛 自己整个休息调整的如何呢 对 其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可能赛程连的稍微密集点吧 但我觉得其实也都适应了吧 其实因为自己之前也打过一天很多场吧 所以我觉得在体力精力上 我觉得还是很充沛的吧 那如何回顾 总结回顾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确实跟郑益静也近两三年没有太交手过吧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具备比赛经验 包括实力非常强的一名选手吧 所以面对今天的比赛 自己也是做好了非常困难 充分的困难准备吧 然后其实整个上来的一整个自己发动吧 包括继战术的准备 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流畅吧 第二局的时候可能郑益静 他可能追得比较凶 比方也聊得比较紧 当时10比8的时候也是叫了一个暂停 当时跟邱知道就是有沟通交流什么吗 对 其实自己10比4领先吧 其实他那几个球可能自己打得也没有说很差吧 但那几个球他可能搏杀的相对来说凶一些吧 然后邱老也是想让我把节奏稍微放慢吧 因为我觉得不管在场上落后领先 包括对手追分吧 其实我觉得都很正常 那下一场要打云嘉楠 嘉楠姐的 他这一战表现其实非常亮眼 那自己会如何去准备这场比赛呢 也就是今天晚上 而且是7局4胜制的比赛 对 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打到半决赛 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 已经都非常好吧 其实我觉得确实 今晚也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去拼吧 我觉得